我今天新闻再来关心一下 在下个礼拜开始 包括了小学啦 国中高中甚至是大学 都要开始陆续续放寒假了 那么在寒假会有很多学生都要去打工 但是呢今天有向人力银行 最近调查去显示 学生其实希望在寒假打工的时薪 能够拿到一个小时101块 但是呢只有四成的企业主 愿意给这样子一个薪水 他们只愿意给95块钱 俐落的表演扑克牌魔术 他可不是专业魔术师 而是为了赚学费辛苦打拼的工读生 我们是学生 所以人家其实看来就觉得 你只是学生而已 所以通常比较不重视你 也比较不会尊重你这样子 然后有时候甚至 比如说你到会场以后 对就是态度也不是很好 然后甚至在变成结束以后 酬劳就是又给你乱扣之类的 69年次的小克 刚从国外念书回国 担任口义打工的她 薪水比一般上班族还要高 高达五万 不过因为女朋友爱买名牌 欠下大笔卡债 也有给女朋友话这样子 我真的其实没有太大财务观念 就是有买东西然后出去玩啊 吃饭啊什么这些 不论是为了缴学费还是还卡债 即将到来的寒假成为学生打工最佳机会 根据调查 寒假学生攻读最爱在餐饮业 再来是当key in人员 公司内勤 补习班和卖场人员 勾读生希望工作时间弹性大 地点离家近 薪水高 至于赚来的钱 有7成工读生会存起来 4成缴学费 将近4成会逛街写拼 还有花钱吃大餐和旅游 不过寒假打工的公读生最怕领不到薪水 与同事相处不愉快 会遇到诈骗公司骗钱 不过来看看公读生希望平均时薪是101元 跟企业主平均发给公读生的时薪95元有落差 而企业主选用公读生以学生 二度就业妇女和中高龄失业者为主 即将到来的寒假打工忘记 专家提醒公读生 虽然过年薪水是平日的两倍 不过急着找工作时 还是要注意打工陷阱 包括好公司不会要公读生先找钱或是压证件 而且即使寒假打工 也要记得要求应有的福利 像是劳健保等等 别让自己的权益睡着了 非凡新闻理学生西施超台北报道